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离开中国大陆之前就写完了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算一下 从1920年到1952年 这30年的时间当中 那个中国经历了多少的动荡 这样的一种动荡的背景 就在张爱玲的小说当中 充分的显现出来 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 苍凉的一种时代感 在他自己写过的一篇文章 文章就叫做 《自己的文章》 他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 这段文字里面 为了人不要被时代抛弃 所以就只能把那个要沉下去 或已经沉下去的时代 所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东西 用文字把它给保留下来 充分显现出来 张爱玲他非常自觉 他跟文学之间的关系 这里面关键是 那样的一个沉下去的时代 这来自于有一部分 是他的家世背景 因为他的家世是有特殊的背景 在民国成立了之后 这样一个家世就变成了旧贵族 他在旧贵族的家里面长大 所以随着那样的一个旧贵族 被新的时代给抛弃了之后 张爱玲他把那样一种旧贵族旧时代的记忆 比瞭望未来对他来说更清楚 更重要 就把它写在他的文学作品里面 张爱玲的家世 可以从他的主妇张佩伦开始讲起 张佩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过去我们文学四季的节目当中 曾经为大家介绍过高扬的长篇小说 慈禧全传 慈禧全传当中应该是在母子君臣的那一部 里面有一段 就是特别以张佩伦作为主角写的 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张佩伦是真正在西方势力帝国主义 进入到了中国之后 他是直接的受害者 那是发生在清光绪十年 1884年的中法战争 法国人进攻福建 在进攻福建的过程当中 张佩伦当时被派在福建监督船政 所以马尾船长是他主要的 应该要负责保护的地方 然后在那里有炮台 可是最后呢 尽管有他在那里镇守 或许他也发挥不了什么样的作用 细节大家可以看高扬的小说 写得非常的精彩 就在那样的情形底下 马尾船长被法国人给摧毁了 张佩伦就必须要担起责任来 所以在中法战争结束了之后 张佩伦呢 就被发配到新疆去 过了四年之后 他才又回到北京 然后接着呢 被派到天津去 他回来了之后呢 他就娶了李鸿章的女儿 作为他的记事 因为他的原配太太已经去世了 所以你要知道 表示说 虽然他有这样的一种 败给法国人 然后被流放新疆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在当时的清朝的官场上 他仍然是被看中的 所以李鸿章才会愿意把他的女儿 嫁给张佩伦 作为记事 然后就在结了婚之后 49岁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张志怡 54岁生了一个女儿 叫做张茂渊 这个张志怡呢 就是张爱玲的父亲 所以他是爸爸到了49岁的时候 才生的一个 很晚才生的一个小孩 所以等到他7岁的时候 也就是他妹妹 才2岁的时候 父亲张佩伦就去世了 那在张爱玲的回忆当中 他曾经写过 他祖父 对于他父亲的影响 因为祖父望子成龙 所以就督促 儿子呢 要读书 读书呢 是用一种 非常非常古老的方式读书 就是要背书 那背不出来呢 也就用非常古老的方式 来对待 所以虽然父亲7岁 就已经去世了 可是这个张志怡 一辈子一直养成这个习惯 因为怕被打 所以就必须要 一直不断的背书 一直不断的背书 怕被罚贵 就要背书 所以张爱玲在文章里面 就回忆说 我父亲一辈子 绕世银儿 背诵如流 滔滔不绝 一气到底 到后来养成这个习惯 好会背书 然后呢 没事 就在那里背书 末了拖长枪 一唱三探的作节 沉默着走了 没一两丈远 又开始背另一篇 听不出是古文实文 还是皱折 你看他背的范围多广 有古文有实文 甚至连皱折都背的下来 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 我听着觉得心酸 因为毫无用处 这个父亲所受的这个教育 是要去考科举的教育 可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已经没有科举了 已经废了科举 所以还被此留下来 这个背书的习惯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 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人 他成长在这个时代当中 正因为他过去的旧贵族的身份 反而使得他就变成了无用的一代 在民国成立了之后 1915年张志宜娶了妻子 这个妻子原来叫做黄素琼 也是来自于一个官患的人家 黄素琼的身世 也有这种旧家族 旧的贵族家族的那种仪器 什么样呢 她是姨太太生的 可是她出生了没有多久 她的生生的父亲跟母亲都去世了 那她怎么长大的 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太太养大的 所以是姨太太生的 但是最后却只能够 在父母双亡的情况底下 依赖着这个大妈妈 依赖着父亲所许的大太太长大 这就很显然就刺激了 她的那个不愉快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以至于到后来 她有非常叛逆的那一面 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 原来叫做黄素琼 后来呢 她自己决定 把她的名字呢 改成了叫黄义范 那为什么要改名叫做黄义范呢 因为那是翻译过来的名字 她的英文名字是Yvonne 因为由Yvonne再把它翻译成为中文 把自己的名字呢 改成了黄义范 所以这样的一个妈妈 这是张爱玲的妈妈 到了她改名了之后 她改名了 改名了这件事情充分显现出来 她是一个新女性 在那样的一个五四时期的气氛当中 她追求跟西方有关系的 一种时代的潮流 那可是很不幸的 她却嫁了一个旧浪子 刚刚张爱玲讲了 她爸爸那样的一种 她的生活 她的习惯 她的整个mentality 仍然留在旧有的那个时代 这个旧浪子呢 就吸鸦片 嫖妓 养姨太太等等 她这个太太 这个妻子黄义范 受不了了 所以到了1924年 这就是张爱玲四岁的时候 她就借口要陪她的小姑 张茂渊到英国留学 她又去了 所以是姑嫂两个人 一起到英国去 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 因为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所以张爱玲也跟姑姑非常的亲近 读过张爱玲作品的人 可能有人记得 她有非常有趣的一批作品 就叫做姑姑与露 姑姑与露呢 记录的就是 她所观察到 她跟她的姑姑张茂渊 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然后所以 姑嫂两个人去了英国 事实上 也就等于张爱玲的妈妈 黄义范 她借由这种方式逃婚 她不愿意 跟她的丈夫住在一起 一直到1928年 四年之后 这个时候呢 张志宜 因为受到人生一连串的打击 她把姨太太赶走了 然后呢 声泪居下 文情巨貌 写信 去拜托她的太太回国 因此呢 两个人在这样的情境底下 就搬到了上海 张爱玲也是因为这样 才从原来的出生地 天津搬到了上海 而发生了她跟上海 非常密切的 非常重要的关系 他们两个人复合的时候 张爱玲八岁 所以对于八岁前后 她成长的过程 张爱玲的回忆是 最初的家里 没有我母亲这个人 也不感觉到任何的缺陷 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的 有她的时候 我记得每天早上 女佣把我抱到妈妈的床上 是同床 我爬在方格子亲颈背上 跟着她不知所云的背堂尸 她才醒过来 总是不胜快乐的 和我玩了许久 方才高兴起来 我开始认字块 就是浮在床边上 每个下午 认两个字之后 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这是她对妈妈的记忆 等于是 没有记忆当中的 一些片段 光影 可是对爸爸呢 对爸爸的记忆 他说 另一方面 有我父亲的家 那里什么 我都看不起 鸦片 教我弟弟做 汉高主论的老先生 张回小说 懒洋洋 灰扑扑地活下去 像拜火教的波斯人 我把世界 强行分成两半 光明与黑暗 善与恶 神与魔 为什么要这样切呢 最重要就是要凸显 属于我父亲 这一边的 必定是 不好的 所以她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 长大 长大 她妈妈 跟她父亲 两个人复合 才两年 爸爸的家里 后来呢 她到了上海 圣玛利亚 女校 去祭祀 不久之后 她的父亲呢 就又娶了一个祭母 然后就发生了在她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巨大的变化这件事情 在张爱玲高中毕业的时候算一下那一年呢是1938年 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年 因为卢沟桥事件占领了北京 打进了北京 接下来呢 日本的军阀就在1928年的8月那一年的夏天就发动了对于上海的进攻 这就是813事件 813事件 当时蒋介石为了要挺住中国的民心 他不得不把所有的精英花了十年的时间建立下来的这个最精英的部队派到上海去抵抗 所以在上海那是一段非常激烈的战斗 日军攻击上海杂备 三个月上海抗战 然后呢张爱玲呢 因为家靠近苏州河 这个激烈的枪声睡不着 就跑到临时回国的妈妈的公寓 去住了两个星期 那可是等到她回家的时候 就跟她的祭母发生了严厉的冲突 祭母说你为什么跑出去 为什么没有让我知道 你跑到你离家两天 我不知道你去哪里 张爱玲眼中根本没有她 所以呢 祭母认为张爱玲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所以呢她就打了张爱玲一巴掌 张爱玲呢 本能的就还手 可是呢就惹到了她的父亲 父亲就给她一阵毒打 然后呢 张爱玲她后来的回忆 非常悲伤的回忆 她说 我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我 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 我身在里面的这座房屋 忽然变成生疏了 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 现出清白的粉墙 片面的 疯狂的 然后她引用了 Bivalina Nichols 她说有一句诗 是关于狂人的半名半妹 在我心中睡着月亮光 我读到她就想到 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 那静静的杀鸡 树心形式内 我已经老了许多年 头上是赫赫的蓝天 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 因为满天的飞机 在战争的境况底下 我希望有一个炸弹 掉在我们家 最悲凉的是这一句话 就同他们死在一起 我也愿意 那是仇恨 那是对她的父亲 跟她的继母 非常强烈的恨 非常强烈的愤怒 而因为他们就把她 硬是给关起来 她在被监禁当中 度过了17岁的生日 你看这本来 多么重要的一个青春的时光 她竟然是被关着的 而且她生了病 是非常沉重的力气 差点死了 她父亲都不肯替她请医生 也没有药 就是让她自己 在那个被关起来房间里 病了半年 躺在床上 这是从八月开始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第二年 英历年 一个隆冬的晚上 这个时候病慢慢恢复了 终于可以下床走路 她就趁着 看守交接的空档 真的就像是被关的 逃狱的犯人一样 她从大门逃了出来 然后他们要述过 她当时的心情 当真站在人行道上了 没有风 只是英历年 左近的极极的冷 接登下 只看见一片寒灰 但是多么可惊的世界 这是半年之后 她重新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样一段 她自己切身的经历 后来张爱玲 把她写在她的小说 《半生源》当中 《半生源》这个小说里面 让大家读小说 也会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应该就是 小说里面的顾曼真 他也曾经被这样关起来 《半生源》里面的小说 这样的描述 曼真忽然听见 外面的房间里 有人声 有一个木匠 在那里悄悄打打工作着 是预备在外房的房门上 开上小门 可以从小门里面送饭 真的就是要把这个房间 改造成为一个监狱的牢房 可是曼真并不知道 他们是干什么的 猜者也许是 把房门钉死了 把他当一个疯子 那样关起来 所以你看那个可怕的心境 被关在那里 他觉得 他们是不是甚至干脆 把门都钉死了 都不要开了呢 那钉锤一声一声敲下来 听着 简直追心 就像是 钉棺材版 死的 在入恋 然后到下葬 这个死人 离开了我们活人的世界 最追心的 通常在那个 在那个葬礼的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就是要 所有的人是要大哭的 那就是钉棺材 所以像钉棺材那样的一种声音 在他的门口响着 这时候简直像 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 活死人 在这个房间 就变成了他的棺材 而外面有人 不管他还活着 就是要把这个棺材 给钉起来 把他活埋在里面 然后接着呢 曼征又听见 阿宝的声音 在那里和木匠说话 那木匠一口普通话 在上海 声音有一点苍老 对曼征 那是外面广大的世界里 来的声音 他心里突然站立着 充满了希望 他扑在门口 大声的喊叫了起来 叫这个木匠 替他往家里送信 把家里的弟子告诉他 又把弑君的弟子 也告诉他 曼征说他被人陷害了 把他关起来 还说了许许多多的话 自己都不知道 说了些什么 连了尖锐的声音听着 也不像自己的声音 这样大哭大喊 蓬蓬的锤子们 不简直像个疯子吗 本来怕人家 把他当疯子盯起来 结果这个时候 被用这种方式对待 他简直就像疯了一样 不用别人把他当疯子 他自己好像就已经 变了一个疯子 所以他不得不冷静下来 他突然停止了 外面显得异样的激进 阿宝应该是跟 这个木匠解释过了 里面呢 禁闭着一个有封闭的小姐 而这个时候 连曼征自己都疑惑 他是不是在疯狂的边缘了 木匠又工作起来了 阿宝守在旁边 跟木匠攀谈 那木匠的语气 仍然很和平 木匠说 他们今天来叫他 要是来迟了一步 他就已经到乡下去了 回家去过年了 这是在过年前 在半生源的小说里 他所写的这个时机点 阿宝问他说 哎呀那家里有几个儿女啊 听他们说话 曼征仿佛在大风雪的夜里 远远看见 人家窗户里的灯光红红的 更觉得一阵漆黄 他靠在门上 无力的唾弃起来了 但我们知道 小说里的这一段描述 原来是来自于张爱玲 自己17岁的时候 真实现实的体会的话 你真的会觉得 非常的心酸 让我们再往下读 这也是来自于 他17岁的记忆吧 曼征突然觉得 身体实在支持不下 只得浪浪畅畅的 回到床上去 刚一躺下 倒是软洋洋的 舒服极了 但是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就觉得浑身骨节酸痛 这样睡也不合适 那样睡也不合适 只管翻来覆去 鼻管里的呼吸 像火烧似的 他自己也知道 是感冒症 但没想到这样厉害 浑身的毛孔里 都像是分泌出一种黏液 说不出来的难受 天色黑了 房间里一点一点的 按下来 始终也没有开灯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 方才昏昏的睡去 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 痛得火辣辣的 也睡不成 半夜里醒了过来 忽然看见房门底下 露出一线灯光 不觉吃了一惊 同时也就听到 门上的钥匙 大的一响 但是这一响之后 却又急燃无声 他本来是时刻戒备着 霍衣躺着 连鞋也没有脱 便把被窝一线 坐了起来 可是一坐起来 觉得天旋地转 差点没栽倒在地下 定睛看的时候 门缝内卸灯光 没有了 等了许久 也没有一点响动 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 轰通轰通跳着 他想着 一定又是祝红柴 他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一股之力气 立刻跑去把灯一开 抢着站在窗口 大约心里 有这么一个模糊的意念 真要是没有办法 还可以跳楼 跳楼也要拉着 这个祝红柴一起跳 但是隔了半想 始终一点动静也没有 紧张着的 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这才觉得 他正站在风口里 细被风呼呼地吹进来 那冷风吹到 发烧的身体上 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又是寒瘦瘦的 又是热红红 干肤肤的 非常难受 张爱玲当年 17岁的时候 他被关起来 是因为跟继母打架 那在小说里 曼征更悲惨一点 他之所以被关起来 是因为被他自己的姐姐 给出卖了 他的姐姐曼露 嫁给了祝红柴 所以这个祝红柴 其实是他的姐夫 可是曼露 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家道终衰 父亲早死 所以曼露作为大女儿 作为大姐 她必须要想办法 帮忙维持这个家 十几岁的一个女孩 能做什么样的方式 来帮助这个家 她就只能够去 当舞女 当酒女 所以她在封城界 打混了一段时间 年纪慢慢大了 后来就嫁给了 这个祝红柴 可是她一嫁给了 祝红柴 这个祝红柴 生意就开始 飞黄腾打 有了越来越多的钱 这个祝红柴 当然也就对于 娶了这样的一个 九女 五女 对于顾曼露 感觉到不满意 这个时候 曼露 想要拉住 这个丈夫 就发现说 这个丈夫 最有兴趣的一个人 就是她自己的妹妹 顾曼震 所以也不顾 曼震这个时候 她有一个 固定的一个男朋友 叫做沈士君 姐姐为了自己的幸福 甚至包裹妈妈 也因为觉得 对这个姐姐的歉疚 所以呢 他们就设了 这样的一种方式 实质上 让曼震 被她的姐夫 给抢爆了 小说里面 这一段 也非常的惊人 他们让曼震 去到了姐姐家里 他们这里 给她预备下一间房 阿宝带她去 先穿过一间 堆家具的房间 就是曼露以前 陪嫁的一堂家具 现在另有了好的 就给刷下来了 杂乱的堆在这里 桌椅上 积满了灰尘 沙发上包着包子 这两间 平常大约是空关着的 里面一间 现在稍微布置了一下 成为一间临时的卧室 曼震想她母亲 昨天不知道 是不是就住在这里 她也没跟阿宝多说话 就催着阿宝说 你快去吧 姐姐这里 离不了人 阿宝说不要紧的 张妈在那里呢 二小姐还要什么不要 曼震就说 没有什么了 我马上要睡了 阿宝在旁边 伺候着 等她上了床 替她关了灯 才走 曼震因为家里人多 从小就过着一种集团生活 像这样冷冷清清 一个人住一间房 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这个时候 她二十几岁了 但是第一次 一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睡 这里的地段又特别僻静 那是洪桥路 当然那是那个时代的上海 现在上海的洪桥 哇那是非常热闹的市中心 我小说里面 写的这段时期 洪桥还很偏僻 到了晚上 简直一点声音都没有 连狗叫声都很稀少 太近了 近到感觉到异样 曼震忽然想到张玉瑾 这是小说里面 另外一个特别的角色 这个人原来是她的姐姐 曼露的未婚夫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家道中落 曼露不得不去做舞女 那当然就必须要跟张玉瑾 把婚约给解除了 可是这张玉瑾呢 一直都没有结婚 到后来张玉瑾有一部分 像是好的版本的祝洪才 他跟祝洪才一样 事先跟曼露有关系 看上了曼露 可是后来也爱上了顾曼珍 所以这是同时 借由这个好的 先后爱上姐妹两个人的张玉瑾 其实小说里面就是影色 后面还有另外一个 像阴影一般 像魔鬼一般 但和张玉瑾同样 都既爱曼露 也爱曼震的祝洪才 他说他想到 玉瑾到上海来的时候 每个晚上呢 会被吵杂的士生吵着 不能安眠 他恰巧和他换过来 两个人呢 一个是从乡下来到了上海 被吵得睡不着 那现在呢 曼震从自己平常习惯居住的 非常热闹的上海的弄堂 到了洪桥路郊区 他也因为换了环境 反而是太安静了 所以睡不着 一想到玉瑾 今天一天里 发生的无数事情 立刻有一哄而上 全到眼前来了 电来倒去 一样一样 要在脑子里过一过 在那死急的空气里 可以听见 铁路上有火车驶过 萧萧的两三声汽笛 也不知道是北站 还是西站开出的火车 是开到什么地方去的 反正他还听见那声音 就想着 士君一定是回南京去了 他是离开他 更远更远了 马路上有汽车行驶的声音 可会是洪才回来了 汽车一直开过去了 没有停下来 他方才放下心来 为什么要这样提心吊胆呢 其实一点理由也没有 有的 其实他已经预先可以感受到 驻洪才的这种企图 可他听到那个汽车过去了 他就想 应该不是他吧 洪才即使是喝醉酒回来 也绝不会走错房间 他住的这个间房 跟那边完全是隔绝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直侧耳听着 外面的汽车声 从前有一次 洪才用汽车送他回去 他擦了许许多多的香水 和他一起坐在汽车上 简直香极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突然就问自己 我怎么会又想起了那一幕呢 到这边 张爱玲的笔法非常的简洁 但这简直是一个 惊悚片 惊悚小说的写法 他为什么会想起那一幕呢 因为好像又闻到了 那个强烈的香气 从祝洪才身上喷的香水 发出来的味道 而且在黑暗中 那香水的气味 越来越浓了 他忽然觉得毛骨悚然起来 他突然坐起身来 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嘎然而止 有人在这间房间里 是的 在房间里的就是祝洪才 这是半生源里面 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转折 半生源是张爱玲 学过的最长的一部 长篇小说作品 这个小说最早 他有一个很熟的标题书名 叫做十八春 然后后来呢 再把这个书名改成了 枉然记 枉然记 当然也就是来自于 此情可待成罪易 只是当时已枉然的 这个枉然 我们看到半生源 最后的这个版本 他的开头 就让我们知道 什么叫做枉然记 以及我们就可以回头 也能够知道 为什么原先叫做十八春 小说的开头 是从沈士军的意识开始的 他说 他和曼征认识 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算起来 到已经有十四年了 真吓人一跳 马上使他连带的觉得 自己老了许多 日子过得真快 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 十年八年 好像都是只顾间的事 可是对于年轻人 三年五载 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他和曼征从认识到分手 不过几年的功夫 这几年里面 却经历了这么许多事情 仿佛把生老病死 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 为什么叫做枉燃记 这是经过了这些事情 沈士军 其实后来我们也看到 包括顾曼征 他们两个人 回顾曾经经历的 那从回顾 回到源头 这个时候经过了十四年 这是后来改写的 在第一个版本当中 为什么叫做十八寸 因为他就是写 总共经过了十八年 那十八到缩减成为十四 也不是完全 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要缩短 就是要特别更清楚的 去凸显 只有十四年 但是我们读这个小说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沈士军在这个时候 他都枉然的一种感叹 就是这么十几年的时间 可以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以至于到后来 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了 包括回想都像是恍如隔世 所以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 就像是已经过了半生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 在最后定稿的时候 他的书名变成了半生源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 在于耐心 什么叫做耐心 耐心是张爱玲写 沈士军跟顾曼征 他们两个人的爱情的过程 非常非常的耐心 因为他要显现出来 在那个有限的时间当中 这两个人经历了这么多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 沈士军怎么样透过 跟他同住的赎惠 而认识了曼征 然后他们原来是三个人 一起去吃饭 又慢慢慢慢的 包括一度 曼征被误会是赎惠的女朋友 然后后来他开始感觉到 他自己喜欢了曼征 又如何感觉到 原来曼征也喜欢他 两个人变成了男女朋友 可是两个人变成男女朋友之后 他们的男女朋友的这条路 非常的悠长 只能用悠长来形容 因为曼征的家里 有一个做舞女的姐姐 所以曼征的家 就一直都有一种神秘感 因为他不愿意让任何其他人 知道他家去他家 然后再下来 虽然他的姐姐嫁给了祝红柴 可是对曼征来说 那反而是更大的压力 因为没有了姐姐 这个时候家里面的经济的负担 就到了这个老二曼征的身上 所以他除了跟淑惠 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这个工作之外 他又去兼了下班以后的两个工作 还有更关键的一件事情 这就影响到他跟沈士军之间 那就是他不能那么早结婚 因为一旦结了婚 在那个年代 你也就不可能还要照顾娘家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他不照顾娘家 谁来照顾呢 所以他当时就自己认为 他跟沈士军有了这样的一种默契 要等到他的弟弟长大了 念完书了可以出去工作 那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所以两个人必须要走完 这个两年的时间 本来都预期 这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之后 就是他们的婚姻大事 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组 他们的家庭 但是我说张爱玲的耐心 就是他让我们可以感觉到 这两年原来这么悠长 这么长 因为他可以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那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当然又回到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 张爱玲的小说最大的特色 他了解中国的那种旧家庭 而且呢 虽然他自己来自于一个贵族的家庭 可是因为那样一个 没落贵族的情境 所以他也了解 一般的中产家庭的那个时候 那种家族的各种不同的 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最容易所产生的就是误会 因为有很多话不能明说 还有有很多话说了 不见得都只是给 你想要听到的人听到 在那样的一个拥挤的 不容易区隔开来的 那种家户空间里面 一天到晚都有overheard 你会那里听到一点 那里听到一点 大家都在这样的一种 破破碎碎的 有时候隐藏 有时候明说的 这种互动跟沟通关系当中 这是一种误会的温床 所以神之君 有神之君他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是大太太生的 可是呢 他的父亲却长年都住在姨太太那里 基本上不回家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他这个父亲 年纪大了 有一次生了重病 生了重病呢 这个大太太 也就是沈士君的妈妈 他就必须要抵抗 为了这个社会 所看重的这种习俗 他就闯到姨太太家里去 带着儿子一起去 于是这个时候 这个爸爸 原来已经整个人都在 姨太太那边家里了 他反而开始感觉到 因为生重病 因为那种不安全感 所以就发现说 我身边根本没有任何人 我可以信任 他这个时候 他就特别意识到 原来我有个儿子 这个儿子呢 已经上班 已经成人 可以帮得上忙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本来已经到了上海 工作的沈士君 就被爸爸 拖回到南京去 所以才会有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段 当曼征在那个房间里 听到火车的声音的时候 他心里面想的是 士君走了 去到了南京 离他越来越远 再加上后来 曼璐设计 陷害了他的妹妹 他因为过去做交际话 堕胎过两次 他没有办法再生育 他这个时候 想要有一个小孩 把他的丈夫给拉住 那就让他的丈夫 使得妹妹怀孕 生下了这样的一个小孩 那这当然 等于就是彻底 毁了曼征的人生 他怎么可能 有任何的机会 可以继续跟沈士君 在一起呢 于是两个人就分手了 两个人分手 很长的时间 刚刚讲 在那种状况底下 连回忆 都好像恍若隔世 所以半生源 在小说上 在文学上 另外一项最高的成就 就是到了快结尾的地方 写了曼征跟士君 两个人的重逢 这个重逢呢 是从这里开始讲起的 他说 这一项正是酷热的 秋老虎的天气 这一天傍晚 到凉爽了一些 曼征因为不常出去 所以这个红柴呢 虽然有一辆 四倍的散乱车 他从来也不坐他的 他就坐电车 去找他弟弟杰敏 杰敏他们的银行前门临街 后门开在一个弄堂里 曼征记得是509号 他一路认着门牌 认了过来 进洞口有一家店 高高跳出一个 红色的霓虹灯招牌 那洞口便静静地 遇在红光当中 洞堂里有一个人走了出来 在那红灯营里 也看得不很清晰 曼征却吃了一惊 也许是那走路的姿势 有一点熟悉 但是他和世军 总有上十年没见了面吧 要不是正在那里想着他 也不会一下子就看出是他 是他 曼征急忙背过脸去 对着橱窗 世军大概没有看见他 当然世军要是不知道到这里来 有碰见他的可能 对一个路过的女人 是不会怎么注意的 曼征却没有想到 他这么晚 还会到那银行里去 总是因为来晚了 所以只好从后门进去 找他相熟的行员通融办理 则是曼征后来这样想着 当时是心里乱的什么似的 就光知道 他全世界最不要看见的人 就是他了 曼征掉转头来 就顺着马路朝西走 世军似乎也是朝西走 他听见背后的脚步声 想着大概是他 虽然他仍旧相信 世军并没有看见他 心里可就更加招慌起来 偏是一辆三轮车也没有 附近有一家戏院散系 三轮车全涌到那里去了 也是因为散系的缘故 街上汽车一辆接一辆 想穿过马路也没法过去 后面那个人到越走越快 竟奔爆起来了 曼征一下子发糊涂了 竟有一辆公共汽车 轰隆轰隆开过来 前面就是一个站头 他也向前跑去 想上那辆公共汽车 跑了没几步 忽然看见世军 从他身边插过 越到他前头去了 原来他不是在追慢阵 是在追那公共汽车 这是十年之后 惊恐一瞥 他看到了世军 然后再经过了一些波折 这一对情人 十年之后 终于重逢了 张爱玲告诉我们 重逢的情景 世军想过了多少回 等到真的发生了 和想得完全不一样 说不上来的不是为了 心里倒是晃晃乎乎的 走到弄堂里 天地全非 又小又远 像道看望远镜一样 使他诧异的是 外面的天色还很亮 曼征憔悴多了 幸而他那种 微方的脸形 再瘦一点 也不会怎么走样 也幸而他不是 跟从前一模一样 要不然一定是 梦中相见 不是真的 曼征笑着说 真是 多少年不见了 世军说 我都不知道 你在上海 曼征说 我本来也当你在南京 说的话 被四周奇异的激进 吞了下去 两个人呢 也就沉默了下去 两个人一起吃饭 然后看到旁边 有板壁隔出来的房间 世军就走过去 跟曼征说 我们进去坐 外边太乱了 茶房在旁边听见了 就替他们呢 把茶壶茶杯碗筷 都搬了进去 放下了白布门帘 曼征走进去一看 里面一张圆桌面 摆得满坑满谷 此外就是屋角 一只衣帽架 曼征把大衣 脱了挂上 从前有一个时期 世军天天从厂里 送他回家去 他家里人之躯 都不进房来 所以呢 只要曼征一脱大衣 世军就会吻他 现在呢 世军好奇 曼征也想起来了吗 他不会不记得的 他想随便说几句话 就岔过去 偏偏什么也想不起来 希望曼征说一句话 可是曼征什么也没说 两个人就这么站着 对看着 也许曼征也在期待 世军吻他吗 但是吻了又怎么样 前几天想来想去 还是不去找他 现在不也还是一样的情况 所谓铁打的事实 就像铁暗如山 他眼睛里一阵刺痛 是有眼泪 喉咙也堵住了 他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看 他的嘴唇在颤抖 曼征就叫他说 世军 他的声音也在颤抖 世军没有作声 等着他说下去 自己根本耿住了 没法开口 曼征 扮想之后才说 世军 我们回不去了 世军知道 这是真话 听见了 也还是一样的震动 这个时候 曼征的头 已经在他肩膀 世军抱着曼征 世军 我们回不去了 直到后来 就被看作半生缘当中 最重要的一句话 因为这句话 充分地显出出来 这就是时间的效果 不管两个人 即使到这个时候 还仍然相爱 可是经过了 所有的这些事情 他已经没有办法 被抹杀 没有办法 装作他没发生 时间最可怕 最残酷的地方 就在这里 过去了 就变成了事实 有了事实 横杠在其中 人就再也回不去了 所以半生缘 张爱玲 用这种巨细民意 耐心的方式 帮我们科写了 沈世军跟顾曼征 他们两个人 仿佛经过了半生的 这样一种曲折的恋情 当然重点不再写一个 罗曼史的故事 真正重点 在写时间的无情 以及人在面对时间的时候 是有同样的脆弱 以及无奈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